没错 那咱们一开始就进入 这都已经不能叫BP环节了 这叫选人环节 W蓝色方 而涛博在红色方 大家看到了这个比较少见的形式 是因为几个队员们都是处于一个盲显的状态 不知道对手的英雄选择情况 左边这卡妹已经锁了呀 是 香克斯的发条也锁了 看一下奈特这里还在犹豫 这加左翼感觉是一个挺不错的双C 而且配合上南枪 我觉得涛博这边中路锁下来没什么问题的 是 左翼加进也是中西 两个非常强的POK英雄 感觉选下来体系这POK中西就很猛 这个盲悬模式 双方的阵容肯定都是呈现的会比较的立体 不太会出现这种比较极端的阵容 都会前中后排有单带有分推 或者说也有一个抱团打架的一个空间 是的 像WE这边ADV是确定了一个女枪 其实我还挺想看看她的维恩的 因为其实旧梦在这次得杯上面真的是一个 感觉是那种威恩狂热爱好者的感觉 是 有一点就是WE这边中弹它是一个发条 这个英雄其实游走起来并没有左翼这么好用 所以从节奏上来讲的话 感觉套步还会快一点点 是 那咱们一起跟随着GOVSUV 一起进入这场得杯总决赛 第一场召唤师峡谷 好的 感谢现场观众朋友们的加油助威 咱们也是有比较久的没有在现场亲历这种观众们加油助威的感受了 现在屏幕中您看到的红色方是涛博战队 而他们的对手今天蓝色方是WE战队 第一场比赛双方采用个盲选 双方都呈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阵容 一起来看一下 南枪一级白眼插完之后直接回家把这个扫描给换了 就是前面刷完野之后保留了一定的扫眼干可能 这把两边基本都是帮下了 感觉上路没啥机会 除非两边上单6级之后 不过WE是在涛博的蓝buff这边放了一个视野的 聘了一下问号 而且昨天这边的扫描用过应该是排掉了 两边上单相互消耗一下血线 最终是青钢瓶有一个战术横扫的回血效果 血量稍微占了点便宜 两边上单都是没有选择帮打野开 很想要在上路取到一定的线权 取到一定的优势 是的 而两边的打野因为也是上边半区起手 所以底下的下路双人组也都是要去抢二级的 打得很凶啊 上来拼了一套 是 这两个辅助都是二级比较强 是的 下路线权太关键了 KASA这边准备直接入侵 因为一般的视野会放在那个草丛 所以他直接中间也滑下来 有机会抓到这个珠妹 要平扯了 刚好这个是在惩戒的血线 最终还是由悲伤给惩到 是的 那拿完这个魔爪哇之后 悲伤其实上面也去只能掉个三了 要看一下中上两条兵线的情况 中路左一 NITE选手也是压线 压得会比较的积极 我们小弟弟图上可以感受得到 是的 上路卡妙又是有线权的 有机会来 但是感觉不想的样子 那这一波应该是KASA的了 但中路左一有线权的话 可能KASA也有机会选择继续入侵 因为下路这边也在推线 中下都是TOP的线权 看一下这里下路拼得很凶 想要把这线权给打回来 我们看到南枪很凶 中路也是帮左一稍微小推两下线 继续反到F6 这会让悲伤非常难受 两边大家沉线都美好 看脸了 看运气了 但左一已经可以过来了 旁边MISSING 牛头牛左过来 先逼卡妙一波闪现 他又紧接着一个Q闪 Q起来两个人 想要几下没有闪现的打野 南枪这里血量有点低 双方是F时间的不互换 他的备伤就一死起了 也要被带走 瞬间清安逸也是TP来到现场 看看BREADY这波能不能去立晚黄澜 SHAX也倒 现在清安逸一个真实伤害 将女坦踢掉 两边瞬间打了一波二换三 但这波W还是傀了呀 上路交了TP 然后这波人头上 还是尽亏一个 就还是跟正如有关系吧 在这个时间点 朱妹跟发条的战斗力 是不如南枪跟左一的 虽然牛头这边 第一个先手 给的真的有点太完美了 但是也听到全场的欢呼 但是后续的伤害 都还是缺了一点 而且女枪当时 现在塔附近嘛 她是没有过来的 第一时间 是 还是就像童夕刚才点到的 两边真的是要比拼 一开始短兵相接能力 那肯定是 还是南枪左一这边 输出点更高 像左一就喜欢这种小规模团 可以疯狂捡技能 是 而且第一时间 是没有人能够照顾到Night的 是 Missing第一时间 来得已经很及时了 并且WQ闪开得很完美 但对面下路双人组 是一起来的 当JKLUB赶到之后 是瞬间把局面给打回来了 后面说未来 南枪一开始 跟中路的几波的联动 一开始做得不错 但自己没有吃到人头 所以现在只能从自家的下半区刷起 先发育一下 毕竟中下的线权还是在的 这左一两个人头之后 装备直接起飞了 是的 并且有两个助攻的金 这中下路推线 南枪在入侵野区 或者拿小龙 感觉一点压力都没有 现在KASA已经是完全 在悲伤的野区去玩了 因为下半区的优势太大了 悲伤现在也是知道 所以自己去上半区来发育了 因为上路卡面 毕竟还是个优势线 虽然交了TP 但是也拿到一个人头 是 五级左一 这里有可能是配合南枪 要实现一波四包下的 发条也在动 这里先行对南枪动手 南枪先逼出旧梦一波闪现 直接左一给他开了一手 捡到的治疗术 但是这个飞行没能拉到 直接逼位置 不给你吃兵线了 这W的下路两个人好难受呀 这逼起来没有压力 毕竟前面 卡面已经把TP交过了 自家上单369还是有TP的 对 现在感觉都有机会 去把一个小龙打了 对 感觉小小龙可以随便拿 对于369来说 上半区虽然说自己亏了几个兵 但塔下这波兵吃完之后 基本上还是比较能够稳定抗压的 是的 而且涛博好稳呀 这个时候其实卡萨一个人 在我们的视角里来单刷这个龙 是完全OK的 但是由于自己的下路双子回家 他也是稳了一手先去发育 反正在他的视角里 总归中下两条线拳是有的 这个小龙 等会再拿也可以 是的 迟早都是自己的 而且奥恩这个英雄在上路 其实抗压 等到后面打团的时候 就有很大的作用 也不太用去帮他来抓一下卡米尔 是 刚才也有个镜头语言 是看到了上面的石头人处 是由涛博插了一个眼睛 也就是对于猪妹悲伤的动向是了如指掌 青钢瘾是率先抵达六级 刷完下半野区的卡萨 选择把低下小龙 看一下要不要选择空一下 先跟小卓去野区搞过事情 仍然是要针对悲伤 小龙怎么样等会再说 但是这个兵线都是我的 但成早了 上路的话两边也是打得很凶 换血 369这里也感觉还行 自然有一个TP的 悬量有点低 到时候打打装备 或者实在不行 用TP出来 无所谓 看看这个睁眼 没有选择过去 决定下半区核道视野是比较空的 虽然说我们一开始看到 男枪针对野区是做的比较多的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 野怪刷新的速度比较快 中美也一直是没有落下自己的发育 现在跟男枪也都是五级 补刀树香等 上路Brice 对线对得还不错 是打出了奥文的一个TP 那下面去的话打起来就是4为4了 这两小龙前面 卡萨没有空的话 下面再空的话可能会风险大一点 是的 尤其是要小心上面的青钢引Brice 他等会儿可能会有一个TP差的 所以说等到卡米尔TP CD好的那段时间 有可能就是先锋团的一波了 像比赛里都会计对面的TP时间 看一下W到时候能不能利用一下这个TP的差 嗯 青钢已经率先推线了 好 在一开始对于珠妹虽然说有一定的骚扰 但是没有真正的把珠妹的这个发育摁死 那等会儿6级的珠妹也有可能是直接影响到线上的一个点 是的 因为其实涛博这里面只有Jekyll一个人有进化嘛 所以说其他人被先手到的话还是比较危险的 嗯 但这把悲伤感觉只有抓上或者抓下可能成功率高一点 中路的话伤害可能不太够 对 但NAT这把很凶啊 直接出了一个法穿鞋 刚才童夕说到带进化 这其实也是这个盲选局中需要比较猜到的一个点啊 就是看看对面会不会有这种连控 然后自己需要带一个进化 对 其实主要就是现在辅助的一个生态链 牛跟女坦是绝对的T1 所以基本上盲选的话可能也会猜到对面会拿这样的辅助 是 在之前的这个比赛中整个得杯 我们牛头在Missing这里选用率是相当相当高的 而另一边主要是更偏向于女坦 准备开先锋了 准备开先锋了 刚才在下半区T2P实现了一点优势之后 是可以去尝试动那套小龙的 是的 就比较稳吧 是的 就两边打到后期的话 其实也都是三合 可能觉得T2P后期也没有什么小龙的压力 到时候跟你接团就行了 先把前期的一个经济优势给确立起来 而且WD这边的选择是很聪明的 他们没有选择去直接围绕自己卡密尔去跟他们接一波团战 却也是知道自己家的发条现在可能输出能力上还不太能跟左翼相比 现在整体战斗力上差的还是太多了 卡妙这英雄没有保命装之前来打团没什么容错率 是的 万一死一波的话自己的发育大大受影响 可能要就要被雪球滚到底了 是 当然说虽然如此 我们也能感受到涛博这些战队打的是比较稳健的 他们也清楚 虽然说卡密尔现在战力并不是很强 但是他毕竟领先一个TP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涛博在小龙附近跟WD做纠缠 那肯定是要吃亏的 所以他们优先把这段时间的资源控制掌控在上半区 所以说现在对于WD来说 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把视野插得稍微深入一点 让到时候卡密尔有机会可以TP绕一波下路 这样是有机会打开局面的 那涛博来说就是看看自己后面 尽量把这个视野排掉 比如说这边 是的 如同一所说 看一下能不能来一波TP绕后 但是小卓这里也是把这个后面TP也给扫掉了 不给对面机会 卡莎已经蹲好了 但是三角处有一个睁眼 看到了卡莎的位置 左翼又过来了 又是左翼和南枪密自在线上 始终是会给WD的下半区很黑乎乎的感觉 但上路有TP 这波音乐的话感觉不是那么好音乐 我Night游走是比较频繁的 就是中路这边发条 他其实线上发育是没什么压力的 直接去用大招去洗冰线 旧梦的进化用来解掉了女坦的控制 只剩下一个远程冰了 这波下路也不用担心 对于WD来说 自家这个阵容越往后期发育的话 越是WD想要看到的 所以现在既然第一条小路已经拿到了 感觉慢慢发育也是可以的 双方的经济也是咬得比较紧啊 对于TOP来说 虽然刚才腿格分析到了WD可能后期有战力 但是我们看看中路这一波 梅然稍微配合出一点点失误啊 发条大招将其拉回之后 朱梅大招没命中 但是最后朱梅还是将左翼给收掉 第一时间虽然配合有点乌龙 但是还是利用自己硬伤害灌死了Night 是的 上路做到 但伤害应该不太够 看看这个杨顶顶起来 旁边南枪也到场 瞬间有机会去击杀Breeze 还要A一下 一个大招是受不了的 结果Breeze溜掉了 很冷静 回头直接捡了一下速 是 这是用南枪的闪现 换掉了金刚银的闪现 我南枪手里是有先锋的 Breeze有TP 这个先锋也不放了 前期还是要保证一下自己的发育 TP上线 把自己的发育先保证好 但TOP这个阵容的话 中期会比较强 看一下上波的Gank 就发条件球拉回来 然后竹女这个甩鞠 甩的是没有拉回来之前那个位置 是的 就两个人都是觉得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先手位置 不过后续竹梅卡的 那个位置比较好 因为Night后面 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走了 吃到了减速 卡住了左翼的走位 双方的经纪现在是W略微领先 小龙还有一分半钟 是 下一波小龙团的时候 TOP双C是会有一件神话装备了的 那时候已经算是 迫克流阵容的强势期了 而那个时候恰好是上单Breeze 没有TP的时候 对的 先锋直接放钟 撞下肚层 但左翼感觉 是感觉很远 是的 那只能KASA含泪吃两层了 那现在轮到TOP的回合来 上路TP差 这次是轮到369有7了 而且369它不仅领先TP 它还领先闪现 这会让青刚影其实是 会打得比较小心的 尤其是青刚影要处理好这个兵线 是的 感觉这个TP可能会用来下过小龙 因为TOP的下路双组 其实压线的时间是比较多的 如果给不太到 奥恩一个TP绕后的点 现在对于TOP来说 就下一条小龙开始 就必须得空了 自家双POK的体系 现在已经初步成型了 如果小龙一直不空的话 一直不给对面第四条 小龙的龙魂的压力 那W的阵容其实发育到后面 感觉整体上会稍微强一点点 是 W这套阵容在后期 是比较的稳健的 是吧 发条和女枪两个打团的C位 同时青刚影还能够在边线 始终处于一个牵扯 这会令在后期的时候 如果涉及到大龙的争夺 会令TOP比较的被动 是的 特别是像镜子游戏 碰到了一个成装成型的卡密尔 就后期团战是很难输出的 所以咱们也倒过去说 就是TOP对于第一条小龙的关注度 总体来说还是小了一些 没关系 这条开始 TOP也空了 是的 我们看到辅助卓 也是开始把下半区的视野都做一做 而蓝色方 WE的动向也是朝小龙区区靠 但是他们一定要小心的就是 如果青刚影这个点 不能够先行推线走过来 那这个小龙对于WE来说是毫无争夺之力的 是 最大问题是上路两边有TPX 以前多的血线 应该是由TOP可以稳稳拿下 这个龙WE也是直接放了 因为自己手里握着一条 其实第二条放一下 在发育一段时间没什么不行 是确实不好争夺 现在卡米尔基本都是出神圣福利者间的装备了 他的神话被动加双穿 打那种带肉的体系还是挺好用的装备 是 三项一般都是用来打 对面都是那种全脆皮 可能会出三项 这样卡米尔本身自己就有这个真实伤害的情况 我们会发现他 几脚真实伤害打在这个奥恩身上也是会比较痛的 而且KASA这把出装也比较稳健 他做了一个顿弓嘛 最近剑比较多都是什么狂风男枪直接到脸上去硬A 但是这种的话容错率就会高一些 狂风自力的话就爆发可以高一点 是的 因为这场比赛是一个盲选 所以双方肯定都是拿出了自己最为拿手的 这种比较立体的阵容 所以第一局的比赛也是会影响到双方的一个战术心态的 W找一个时间把这个先锋拿了还不错 看下这个先锋感觉放上路 杨卡米尔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放中路的话可以直接把这个塔撞掉 就看他的个人选择了 从战术角度考虑可能放中路 等会在争夺小龙方面 W会占点优势 对中路这个塔血量实在太少了 如果帮上路去把这个塔推掉 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这样卡米尔它其实可以给到淘宝这边更大的压力 但中路一头就一血塔了 感觉放中路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 现在369是没有办法掌控兵线了 卡米尔现在是可以平凡的把兵线送到369的塔内 现在上单TP好的这段时间里 对于W来说肯定是能不打就不打 现在BRACE上路发育跟369没什么压力 下路方面 Jacky这场的竞是领先了15刀左右 就这5刀从前面6分钟到现在一直没有拉开 对于W下路来说也可以接受吧 至少没有让这个烈势越滚越大 双方几个人 现在下半区足足有8个人 而且奥恩现在是亮了一波回程 看看下半区有没有可能展开一波团战 奥恩这波回家是可以TP的 W这里 刚好TP到了一个绕后的一个位置 天气女坦先拍出了一波进化 但是一击也跟过去的女坦 交了一波闪现在还是被一下打死的女坦 直接命上防御塔下 后面奥恩一个头锤直接撞死了女枪 双方是打了一波一关一 这可以赞血但远处 他可以开一手大招 直接开出了大招在屏幕的下方 先要找一下比较肉的一个missing 第三枪是空掉 但是missing已经被三个人所围堵 左翼收到这个人头 这一波是由奥伯 打了一波大获全胜 一换三 是的 奥伯这一波动的时机实在太完美了 上路卡米尔的TP就差个几十秒的样子 369肯定是记了这个时间的 并且强行越来波下落 是 是 而且这一波一开始 感觉奥伯的攻势蛮明显的 他已经把中路调过来 而且大家也在附近 他们是想要来尝试拔这个下路的一塔的 然后这个时间点 后面正好有一个TP眼落下来 虽然你看missing第一时间 他的反应很快 就小拙很果断 只要再拖下去的话 对 等对面上来卡米尔TP好了 这波就动不了了 是的 missing这边直接去控住了 套博的双C 给队友争取了很多时间 但是没有办法 少人 而且上面发条 也是被喀萨直接抓住了 是 赶快来居然的 香格斯直接被喀萨给逮住了 这个就是下半区 由涛博这里先行掌控住 是压制住你 导致你中单过来的时候 也会被我所抓住 不得不说这波决策赚的太多了 本来是对面这个下谷先锋一放 可能自己要掉一血塔的 结果一波TP包下 直接把人头跟塔都拿到了 是 不过刚刚卡米尔是在上路 把奥恩这个塔终于拔掉了 给自己攒了点发育 加古先锋 时间应该也已经不多了 等会看看这个先锋怎么去放 中路又想对Night选手动手 Night拉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上面是由369先行去扛 宇昌放了一个大招 先压制一下火力 让红色方的阵型是被迫拉开 侧翼男枪也包过来 这时候是涛博反打力波及会 这个羊撞起来 撞到后排的一个就碰 旁边发条这个打招拉得相当好 瞬间反杀秒杀了女坦 旁边卡萨也不好走 这样的话也俯全倒 就W打力波反打 奥恩刚才撞羊的这个位置 也没有撞人群的中间 太想去撞旧梦了 是的 他想撞旧梦 应该是想配合卡萨的伤害 直接秒掉 但是没办法相似 这个反手打得太出色了 回合自己游戏 轮到W的回合了 这波是转了两个头 并且是把对面的中路一塔给拆了 一开始我们会觉得 可能涛博他们的这个后撤 和拉扯是做的比较好的 当奥恩放大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也许是涛博反打的一波机会 但是愣不丁 有Shanks的一手发条大招 是 发条TP过来的时候 涛博应该是没有注意 那个TP的位置 对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 你看小龙附近的这个河道 其实都是没有涛博的视野的 等于说W在往右边撤的时候 涛博也不是很敢爆然去追 其实W第一时间 野斧开的时候 是已经有点失误了 牛头没有海克斯闪见过墙 然后Night拉得很好 但是发条这波大招 直接拉三个很关键 是 镜头接回来 再次想对辅助动手 卓扛不住最后下伤害 旧梦将其送走 这个时候刚好是小龙在场的情况 是的 那这个小龙感觉涛博不好争了 没有了辅助等于没有了视野 是的 下半区是完全看不到的 那正如同心所说 视野坐不过来 那涛博这条小龙也是能拱手相让 这样W这一套更加偏向于后期团战的阵容 在20分钟已经收获了两条小龙 这个无论说是后面继续空龙 还是说跟涛博展开这个持久战 都是对W会比较有利 是的 反观涛博这里有感觉下一条小龙的话 就必须得提前来部位 提前来做好视野 就下波小龙如果再让的话 W直接听牌龙 对于涛博这阵容来说 感觉后期有点难处理 对面这卡密尔 对 而且还是一个土龙龙魂 对于他们就是可能双岁比较偏Poke的来说 是挺难受的 对 土龙龙魂 最特就是这种Poke流 现在可能W这边最舒服一点 是这个发条发育太好了 而且他做了一双水银鞋 其实对面没有什么人可以碰得到他 因为手比较长 是 炮博这里团战的时候 也是比较依赖于这个女坦和奥文的先手 有了水银鞋的这个发条 其实也是可以帮他规避一些 369往中路靠一下 想要看能不能拆掉对面的中路这个伊塔 但是没有兵线了 等会就要看一下卡密尔的单带了 他现在已经在下面要面对一个残血的下路伊塔了 炮博这个时候要发挥一下自己Poke流的优势 5个人中路抱团 因为他们觉得下边的卡密尔暂时是没有办法去管的 只能让了 上去是要来看发条这位置来不了 还差一下 一个大招把兵线给洗掉 继续给卡密尔拖延时间 但卡密尔下路这里没人管 这个下路伊塔是能拆的 反倒是中间我们看到W又是把这波兵线给回座 而涛博觉得上下两条线兵线不好 如果贸然在中路被拖延太久的话 反而是得不偿失 所以中路的残血的伊塔 涛博也暂时不推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东西可以BW过来打架 就越拖到后面的话 现在边带线卡密尔带奥文的话是没有压力的 然后当卡密尔后面有了什么血手复活甲之后 团战对于涛博来说可能会有点难处理 是的 而且现在涛博想推进的话 就像刚刚那种情况 可能中路被女枪的一个大招直接把线清了 如果女枪没有大的话 其实发条大也是可以清下线的 就如果你们强行想去拔这边的塔 也是没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所以现在感觉涛博就是要看一下 有没有就是除了卡密尔以外的人 带线的时候会给到一些破绽 可以稍微抓下机会 因为现在抓这个卡密尔可能不太好抓了 抓不到 对 装备太好了 就奥多加这个篮枪怎么抓一个卡密尔 太灵活了 只能等下一条小龙了 利用视野的优势 如果W想要过来拿这个听牌龙的话 倒是套博这波机会 好 这里两边的上单又缠斗在一起 其他人大家立的都比较远 369直接在对位方面是被卡密尔打出闪线 这个等会儿在跟卡密尔对线的时候 将会更加的难受 并且下路还有杯在看着这卡密尔的 闪线是有必要交 好 左翼在自己野区去游荡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一些机会 现在369只有一个想法 赶紧打船吧 这里下来之后 狂风之力下来 卡萨是不差的 直接被牛头顶起 卡萨暂时是拉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前排MISSING是比较肉的 滑踩没能将其顶住 发了一个大扰 再次卷到两个人 但是没能造成击杀 看看最后一枪是被悲伤所挡的 没有让MISSING阵亡 但是这个一枪太痛了 500多的一个暴击 同时云坛闪现一尺 直到再带走一手 中单发条 自己一丝险没被会心砸死 又是套博 关键时候找到一波机会 金杀对面中野 并且辅助的血量很低 看一下套博这里 会选择动下大龙 卡密尔身上还是有踢在的 不过他已经走到了正面 这个中路的一塔可以先拔 是的 拆完之后再去大龙看一下 可以稍微逼一逼吧 我觉得 因为卡密尔这个时候 如果再去下带线的话 打一个TP也是赚的 毕竟是带走了中野 这个对于淘宝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是的 大龙速度还挺快的 香格斯即便是复活之后 TP过来 感觉看一下能不能赶得上吧 龙坑也是没有女枪的大招的 女枪在这个地方 发挥的空间也会比较小 大龙的速度是很快的 旁边是青岸影单找辅助 但他现在找辅助 已经是不足够了 一千多的血线 由红四方直接将其中二十掉 奈特是交出了一波 剪的闪现 原生闪现还在 又是一撞 撞起了一波三六九 三六九残血 同时卡米尔最后通电 撞到JK Love 一脚将其秒杀 这样淘宝是应该 葬送了两名人员 但是换得了三名人员的大龙 并且小龙刷新时间的话 还早 感觉这一条小龙 W现在暂时也拿不了 是的 而且刷新的时候 正好淘宝这边的人也复活了 是 看一下W卡不卡点吧 卡点的话 其实还是能弱掉的 其实想说上一波 一开始开的时候 其实KASA是有一点很危险的 位置不好 对 他直接E进去了 然后当时没有E 然后是用大招回来 不过我觉得唯一的一点就是 369踢下来了 是 因为你看这个时候 其实感觉W现在是很有气势的 因为他们在往前 充满4v4的一个情况 然后奥恩先踢 虽然没有大招 但下来的时候也天生多一个人 卡米尔在下面没有选择TP 是的 背上这里也闪现 没有选择交 这边被撞下的时候直接被秒了 也很关键 直接睡到了发条 如果发条不死的话 可能后续的结果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是 而且涛博毕竟野斧也都是残血拉开 也都是差一点 一丝血 是 镜头转回来 W是把自己的第三条小龙控下 是的 可能因为小人没有太敢过来做视野 所以说自己的野区方面没有什么眼的话 那就放掉了 那对于涛博来说 要继续抓住自己大龙buff的这个机会 因为对于卡米尔来说他是没有TP的 卡米尔没TP的时候在分带牵扯方面就是给不到涛博那么大的压力了 是 但是边路线的话带着卡米尔带不过 所以说他我只能拆一路的塔 是的 看一下选择拆哪一路 因为比较可惜嘛 奥恩是没有buff 所以说上路这个一坦应该是野区会拿的 这波小的卡米尔自己的位置有点危险 这边直接看雷波表 规避了一下这个 同时有一个大招 大招规避一下奥恩的撞 后续两边好像是点到为止了 隧道子牛头 大招被逼出来了 对方卡米尔稍微打得有点激进了 在野区直接去踢辅助 换雷波技能 不过涛博还是赚的 他们用女坦一个人的大招 换掉了WE这边上野斧三个大 因为这三个大其实对于WE来说 是很关键的那种先手的大招 所以说现在他们这边推进 暂时可以稍微安全一点 注意发条球就可以了 只能看发条能不能把线给清了 清不掉的话 这个二塔不好守 大招直接清 大招琴线顺便fork一下 奥波下一波兵线 立得稍微有一点远 男爵buff还有最后的20多秒钟的时间 就想提一个落单的369吗 卡米尔这次没选得上去 因为毕竟秒表也开过了 大招也没有 两个规避技能的这个装备和技能都没有了 再一次由涛博 最后十几秒钟的大龙buff的小尾巴 但是背伤直接顶前面 同时女枪这个大招洗澡起得很痛啊 369强行顶上去已经抗塔了 强行击杀了女枪 远距离这波索一打得很不错 同时一手完美羡慕 刚好覆盖了全场 最后一枪 第四枪有没有瞬间帮我挡一下 没射到 这波机会W找的真的挺好的 但还是刚刚那个伏笔 朱妹跟牛头这两个人没有大招 没有办法直接顶上去 去帮女枪来打下控制 因为刚刚也可以看到 朱妹大招扫的那个位置 真的有点太好了 是 就差点给涛博造成了很致命的危险 还要369这边站出来打断 配合奈特的伤害 直接把他秒了 是 像牛头这种英雄 没有大招的话 进场是很脆很脆的 而且他是个相伪牛啊 也去打出牛头大招还是立功了 在这里飞张 一个甩局 甩到对面的男枪 但后面369这个羊撞得不错 并且一个飞心是拉死后排的旧梦 这个就从悲伤的这个肩膀旁边啊 拉了过去 抱歉 朱妹这边是大高cd已经赚好了 又想尝试去找一下青钢瘾 这次是催眠气泡被扭开 那对于双方来说 马上两分多钟后的这条土龙龙魂 是都要去争取争夺的 是 大龙buff的话 他就赚了上路的一个外塔 就经济的话 两边其实是没有拉太开的 最关键的还是下一波小龙的团 而且下一波这个小龙刷新的时候 青钢瘾的这个TP应该也是要赚好的 毕竟一个高等级的青钢瘾 他的这个TP的CD也是会比一开始更快 是 回家之后血手仅有了 小龙刷新还有两分钟 直接是来小龙区排在视野 先把视野站住 大家已经都不敢去离开这个中路了 都需要先把中路的兵线给做好 小龙刷新的时候 BriceTP应该能好 这时候卡蜜尔赶紧去边路把线带一下 把369逼回来 就两边刷新都不在的话 对于WG里来说压力会小很多 毕竟自家双C是没有位移的 就怕369的羊 就万一撞到的话 可能团站直接开起来了 我下一波要打小龙团的话 每个人的闪现都是好的 所以说操作的空间会比较大一些 尤其对于WG这边 刚刚腿哥提到没有位移双C来说 但是其实韬博也是一样的 因为进这边也是需要一个闪现 可能去拉扯到这边卡蜜尔的突进 对 毕竟这个进也被大家 平时网友们称为这跑酷男孩 需要不停地去拉扯自己的这个身位 但奈特跟杰吉拉夫直接把容错率拉到 一人补了快表 这卡蜜尔进场切双C的话 感觉切不到了 而且卡蜜尔的表上一波是直接交掉了 所以说他这一波进场是没有特别多的容错的 可能选手可以帮一帮他 就一波感觉处理不了对面 必须得拉扯 万一第一时间被秒的话 那这个团战感觉WG可能接不住了 那现在在野区河道方面 是由WG的几名选手先落位 在这种落位争夺视野的时候 那是奈特左一发挥的时候 看看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左一能不能抽到一些奖 先给自己拿个篮 而且卡蜜尔现在这个装备 他的生存能力会更强一些 顿弓加银血剑 就是团战里面又另一种血魔流了 不过正面这边女场直接开 想去开上单Breeze Breeze直接拉开了 而另一边在屏幕的左侧 卡蜜稍微有点危险 一个后座力下强 这样野斧两个人 同时在屏幕的左侧 我们看了三列有一个人扛三个 加起了绝 没有人帮他打 这秒掉了比较肉的牛头 第四强打到了旧梦身上 三列就还在黏他 凯克最后同叠 坐坐坐的辅助 两边是打的一波辅助的互换 完全地走了起来 左依先闪过去 先行击杀猪妹 秒掉大夜的情况下 淘宝这波小龙应该是稳了 这边背上好兄弟 用自己的身体帮 扎克斯挡了这一波发飞星 卡萨几波打团前的麦 感觉都卖得有点好 这波又是一己之力 逼出牛头的一个大招 而且这波 并且人还跑了 要看看大龙的挥区 卡蜜尔控制给上 左依这边没有拉飞星 现在有个闪现没有拉到 那他一个人霸注了中路的线 这大龙肯定没了 让W的三名选手 因为雪亮都不太好 可能会被左依一个人卡死 是 Nata有双招的 就一个人看着你们 卡蜜尔有踢的 卡蜜尔踢避到了 上路的兵线的位置 想要来操作一下 女将这大招都有大招 我觉得这波 有机会操作 2000多1000多 瞬间秒掉大龙 同时还想去开 对手的369顶在前面 雪亮已经下半了 女将这个大招位置不错 发开一个大招 又拉回来两个人 Breeze一踢 没能踢到 也是被Nata做切死 这波Nata直接把后排给脚翻 再一道飞行 将其手掉 关键时候 又是Nata左手站了出来 左依这把存在感 感觉太强了 就从前面一波在F6那个位置 小规模船战 到了接下来每一波 小规模船 小规模船 小一波了 上来全都拉扯 上来硬扛 紧活一个珠妹 同时辅助还有十几秒钟的时间 这个输出应该是打 主机力是没太大问题 一波了一波了 牛头还有八秒钟复活 非常强行甩个大招 但是似乎已经 没有伤害呀 他现在这个大招 没有什么伤害 涛博这里只需要不用管点塔 感觉应该可以 点塔似乎点得不太够 女枪也已经复活了 牛头又Q起来两个 自己虽然可能要倒掉了 但是这波成功地阻止了涛博 直接一波 大撤了 感觉第一时间直接点塔 不管对面野斧的话 其实对面野斧也没什么伤害 对 不过米星算是有点立功了吧 它是限制住了Jekyll的位置 这个时候点塔的主角肯定还是ADC嘛 是 上一波女枪大招扫的是挺不错的 但自己这个神话装备 它那个神话被动是加移速的 狂风之力 就像星石的话 可能是加的那种 加的那种误传嘛 伤害会高很多 是 那这波过后 涛博是把经济领先扩大到6000块钱 但是没能杀死比赛 那悬念还在继续啊 因为毕竟WE还是三条小龙在手 下条龙的话 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但是目前为止 WE这边的野区 他们自己不是很好进 下落这个二塔虽然还在 但是感觉套博直接会拿下来 拿下来完了之后 等于说小龙附近这个野区 WE要想进的话 一定要找人来探视野 不然很有可能会被这边 左翼抓到机会 中龙的兵线 还是女枪一个人去做防守 但是他的这个位置 首先已经要后撤了 男枪似乎已经去找他了 会不会想要直接开呀 不等小龙了 感觉套博这边气势汹汹 肯定想利用大龙Buff 这最后40吨马钟的时间 近这一枪一枪 点的防御塔也很痛啊 保护大炮车 带着大龙Buff的炮车 一下一下A 下一波兵线也续上 先把扇克斯打成一个半血 被迫让悲伤去帮他挡枪 那这一波大招劝退之后 这一路的高地也要被迫 是啊 甚至可能会想要一波 上路369的羊还在的 女枪一个大招 先去亲一下 两边是前排先顶坐一团 青岗影直接去切后排 但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 威胁到JK了 JK了这个输出环境 直接拉满了 一枪先带走牛头 同时还可以带出 青岗影的第一条命 同时369一个头追往后走 悲伤想枪一句换 他换不掉 JK了直接打下一波Double Kill 那应该要杀死这场比赛了 369卡了半天 后排的输出牌 最后走出来了 这一波涛博肯定是能一波了 三个人头 三杀的JK了 跟涛博一起 把这一场B5的第一局 盲选模式拿下 恭喜涛博 恭喜涛博 先上一程 恭喜涛博 这场比赛 双方其实是有来有回的 早期的节奏方面 涛博我们会发现 对悲伤这个点 研究得非常透彻 一直在针对着悲伤野区去挡